2022群凶逐鹿年度赛八强名单 紫禁城无指挥放大招 在经过三轮群凶逐鹿淘汰之后 年度赛八强名单已经出炉 珍宝阁 于岛 屈副孔庙等传统豪门全部入围 其中珍宝阁和于岛都在右半区 他们极有可能在四进二的比赛中相遇 下面如风就和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几场比较有看点的比赛 一 紫禁城不敌于岛止步十六强 紫禁城对于本场比赛非常重视 特地聚集了某狗 某猪 菠萝 人间 榴莲五大指挥 并且专门上了武装加盘司加斧陀加地府加三刀大堂的神奇阵容 目的就是抓于岛的宙师斧陀加魔王阵容 可惜的是于岛上了师陀岛加魔王的212阵容 在阵法被大克的情况下依然优势无限大 紫禁城的三刀大堂在比赛结束时 一共才叠了五层建议 二 生日快乐被雪山群雄战队绝杀止步十六强 本场比赛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在临近65回合时 雪山群雄战队成功小死亡 点杀了生日的宙师普陀 最终赢下了比赛 今天的群雄淘汰赛将绝出前两名 年度赛总决赛将在1月9日和1月10日在线下举行 日快乐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